大家好,我是Terry 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们将讨论如何使用互补色在摄影中制造大片效果 在之前的看电影学摄影课程中 我们已经介绍过了色彩是如何在《影影杀手》这部电影中产生震撼效果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讨论一下电影中常用的互补色 如何使用在摄影上 互补色是色环上两个相对应的颜色 混合在一起会互相抵消变成灰色或者黑色 同时出现的时候又会产生非常强烈的对比感 对观众的情绪影响非常显著 因此不仅仅是《影影杀手》一部电影 许多电影大片都使用过这种配色方式 尤其偏爱橙色 青色 红色 蓝色的互补 为什么我们会喜欢澄清互补色呢 首先 这是自然规律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大多数情况下 朝阳或者夕阳的光线覆盖区域呈现出橙色 相应的阴影区域就呈现出青色 主要还是因为阴影处的光源来自于 背阳面的天空散射光或者是环境的反光 这种配色符合我们对自然的认知 人眼也会寻求色彩冷暖上的平衡 比如说 让你看一个纯红的画面 你会觉得 哎呀 好辣眼睛 也辣眼睛 把这两种颜色强行放在一起 又会充满着乡土气息 但是把这两种颜色调节明度饱和度之后 合理地混合到一起 就会产生强烈而且和谐的视觉效果 同样的手法也可以利用在摄影中 比如说 在橙色的草地上拍照的时候 可以让模特穿青蓝色的衣服 人物和环境形成互补色 突出主体 在这一组途中 我不仅用了和草形成互补色的衣服 还使用了大量的蓝色风车 在后期稍微调色之后呢 也可以和草地形成完美的互补 又比如在日落的场景中 橙色的亮部和青色的暗部形成互补色 十分壮观 但实际调色中又容易出现各种问题 比如 色相你都选对了 也就是颜色都选对了 但是饱和度过高 或者两者之间没有完全互补 调成了红绿或者橙子配色 这样也会非常奇怪 在使用互补色的时候 千万不要以为你选对了颜色 那就可以了 颜色的分布同样至关重要 如果一张图片左边红右边青 就会有很强的分区感觉 在表达矛盾冲突情绪的时候 有着不错的效果 但如果互补色是有节奏的交织在一起 那么冲突感它不一定强烈 相反画面会看起来更加和谐和安静 所以 要根据作品的情绪和具体的内容来确定 该如何使用互补色 如果你的作品里不适合使用互补色的话 那么千万不要强行互补 以免出现奇怪的效果 调色的方法数不胜数 也千万不要吊死在互补色一棵树上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观看 也欢迎关注我的微信通知号以及贵博 咱们下一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